今年第十一號颱風摩羯 週日晚間在菲律賓附近深沉 由於北方高壓較為強勢 使得颱風路徑往西修正 相處預測摩羯颱風會九十度 往西移動 而各國路徑預測 像是歐洲戲劇模式和日本 氣象廳都很類似 一樣是九十度往西 但美國戲劇模式則是預測 可能會擦邊臺灣南部 模擬路徑差異大 還在持續調整 以目前整體的路徑預估上來看 要直接影響臺灣的機率 是比較偏低的 可是在接下來未來這段時間 我們就要注意 他的外圍環流所帶來的水氣 以及一些浪的影響 降雨預測部分 週一到週二中南部留意 午後雷震雨 而週二晚間開始 一直到週五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在東半部地區 北海岸以及恆春半島 甚至是南部地區 陸陸續續會有短暫震雨出現 而到了六日 儘管颱風應該已經遠離 但臺灣會進入低壓區環境 各地都會有短暫震雨 提醒民眾 颱風逐漸靠近 沿海民眾活動 還是要做好防態準備 三星兄弟 趙巡親眼小組 看到